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象征吧 他演这样一个少年还是挺 天赋 本色演出是吗 一脚踹过去 真踹啊 应该是他爸不同意他学音乐 表情还挺到位的 跟家长吵个架 这些粉丝会不会心疼啊 一巴掌过去 肯定啊 叹逸嘛 小时候 这有什么叹逸呢 人家追寻自己的梦想 只是他爸爸不理解他 小时候不是都这样吧 其实小时候我爸也是这样 有点不讲道理 你小时候学什么 也是吉他吗 没有 打游戏 不然我也肯定不愿意啊 他爸说你明明可以靠脸 你非得靠才华 所以不愿意 那时候我从小让你去学模特 你非得要学吉他干嘛呢 刘妹啊 他就是 当了蓝领 是吧 是蓝翔出来的 那他那时候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下来了 那是不是这首歌 阿信也在老早就写出来了 又会修车又会弹吉他 滚石唱片 这广告打的 送外卖 外卖小哥 我来一个 我来一打 送外卖顺便给人家推荐一下 自己录的歌 是吧 唱片公司的人忙着呢 是吧 没空当理 你瘦了 老婆儿子 还是妈妈关心他 这是门票 应该是 他估计有点脾气 这头卖唱 组织这帮人也不容易 这设备也不便宜 多少钱里面 几个硬币 没多少钱 我说 人语嘞 感觉我一听的歌 就经常是这样的题材 是吧 励志 讲梦想有关的 正人量 这是跟观众起冲突 在酒吧好像很容易有这种客人 对 挑逗那些主唱歌手 感觉从这个几个镜头看 感觉还是表演 挺到位的 对 不尴尬 挺真实 这有刺激的办法 刚刚那是当街上的那种娃娃嘛 发传单的 看到千玺在街头发传单 感觉每个人生活都挺不容易的 挺艰辛的 先一个滚石操 会不会被坑啊 不到了 这是 怎么有点像古获者 哦 千玺演的是阿兴啊 就是阿兴他们的那个成名过程 就是打拼时候的那个陈欣宏吗 对 可能我就也是 可能是演那种五月天成名之前的 就是在录音棚里了 条件已经好了 出道再往 还有拍写真 好像发型也是照那个摆的 是吧 对 一路走来的经历 哇 上综艺节目被羞辱了是吗 嗯嗯 感觉不适合自己 心酸 成名之后也会带来很多的负担 就像现在这样 很多路在这儿在拍啊 估计一样千玺在里面演得好 可能也是因为 他自己的经历跟这个歌里面 点相同 应该也经历过 对 他为什么要找一样千玺演 因为长得帅 我觉得演得挺到位的 我觉得可以 出一个同名电影的话 我肯定去支持一下 疯狂大靠 嗯 乐队突然不合 结散了 然后打个架 然后再被狗仔拍到 那个时候他已经年少成名了 已经成名了 你看在大牌上吃东西 就有记者过来 狗仔应该是 怎么还吵 然后估计打了狗仔 就讲他们的故事吧 打兄弟了 我靠 兄弟打架 这里面演千玺 刚才那个 私信恋奔的镜头 嗯 我感觉千玺演得很到位 就很有感觉 哇 听到他说过了 因为负面新闻是吧 讽刺也把他吵了 他们怎么这么喜欢起窗突啊 他吸引沉迷的心酸路程 真的可以演一不定 我感觉这故事挺好的 挺自然的 我觉得 我一直搞不懂 那些警察是干嘛的 特征不过 那高潮歌还不错 嗯 慷慨 激昂 歌词很热血啊 歌词挺有营养的 前期比较平稳 然后后期突然就爆发了 像那个 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面 就听着你打鸡血了 就可能一开始我要放弃这个梦想 然后最后还是坚持了下去 虽然他这样首尾呼应了 就是开头有警察 后面也有警察 但还是不太理解他 到底寓意是啥 他这个警察是在表达什么意思 对 有点寓意在里面吧 应该是 为什么用警察给他送来了 他的那个磁带 让他不忘初心 所以这么多特警来破门而入 就是为了给他送磁带嘛 然后把吉他拿过来 让他充实自己的梦想 所以他这一整个歌 讲的都是一个叫 不忘初心的四个证 哎呀 以前的自己应该是 我还以为会是阿信出来 这是阿信的新专辑嘛 新歌嘛 对 新歌 自己把自己救赎了 其实阿信的歌 一直都挺鼓励人的 嗯 果然 棒 就棒了是 帮有一种搭走他这种角色 就在这个MV里面 其实就一个音乐伤 感觉整个故事 可以拍成一个电影 框架已经有了 就像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故事 还挺燃的 嗯 结果他老爸也被感动了呗 墙上那堆奖状什么的 是不是他爸的 对 他爸年轻的时候 也有过梦想 所以就是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结果自己 自己被现实中打败了 对他儿子也不抱歉 结果儿子打脸 他爸年轻时候的梦想 是当名舞蹈演员了 嗯 结果成为了暴风头 哈哈哈哈 所以还阻止了自己儿子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最后他自成的很开心 最后把笑起来都支持了 最后 圆满结局 这现场版 嗯 哇 底下人 外面可去看过 有未天的演唱会呢 没错 这个演唱会 到前排得花好多钱吧 哎 一开始不是阿信唱的吗 还是黑白的 嗯 可能会不会到某一刻他就变彩色了 这是另一版的MV吗 现场版 哇 质量好高啊 他这个现场 希望去听他们一次演唱会 我也没听过 视觉效果不错 嗯 大屏幕 这么酷炫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 愿意花钱去看演唱会 对 要我钱 要我 我有钱 我要去看 下面 下面荧光棒 简直密集恐惧症 多少人呢 这得 这屏幕得有多大 哇 这么宽 这么长一个屏幕 五月天大排场 这票价也挺值得 你看这个特效做的 在我印象当中 五月天是那种比较造的嘛 当时有个离开地球表面 但它造的飞起来 我假装我混在歌迷当中 为他们打扣 怎么感觉那个画面还能出来呢 嗯 3D的感觉 对 3D的感觉 嗯 正对着舞台才能看到这种效果 边上的人就看不到 这个MV挺科幻的 感觉很科幻 人贼多啊 嗯 我猜想 他如果这个现场 突然邀请一阳切西来做嘉宾的话 那该多好 那唱这效果跟MV里面一模一样 哇 我感觉这现场特效 有一种魔术和魔幻的效果 哇 现场唱这么好吗 嗯 这个高音可以可以 就感觉这个现场版都能做MV了 这个很穿的 现场版就看不出故事了 对 MV比较就是能更好的 帮助我们理解这首歌 对 现场的话 可能如果没有刚刚看的MV背书的话 就会觉得就是很燃很高 但我觉得这种摇滚歌曲 可能是现场还是更打动人 感染力强是吧 对对对 现场因为它有底下观众的加成 你跟这些观众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热情会带着你一块 以前我真的是更愿意看现场 感觉一种完美的视觉声音 有钱的话谁不愿意看现场 造型 放学的屋顶像外人广场 是不是有个明星梦想的 都会有这样的内心戏 站在自己家房顶上 开始你的表演 有 泪光闪闪 但是应该被感动到了 真的这个完全可以当MV用了 嗯 挺哭乐的 估计这种歌迷也估计 听他们可能有十年很久翻唱字 五月天应该成名挺早的 嗯 在我小学的时候 应该就有 就很成名 从我小学五六年级这样 就才听他们的歌 然后现在 最近长大了 还在出歌 不错的 挺好的 感觉就是五月天 对一样千玺来说的话 应该就是前辈嘛 他来亲自演这样一个人的话 就相当于重温了一下 他成名的过程 对 我觉得一样千玺 还是很 不是特别尴尬 就很自然 可能因为他自己的经历 然后跟这个MV 故事也比较相配 所以感觉一样的逼真很好 就现在的父母嘛 对吧 就是总是以自己的要求 或者以自己的想法 给孩子吃家里 或者说给他们定下了 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怎么走 其实孩子应该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爱好 孩子的爱好的话 父母应该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即使最后没有成功 但是至少努力了 但成功的话 最后接大欢喜 挺不错的 我觉得像MV里面 阿信跟千玺 都是坚持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最后成功了 我们今天才能看到 这么优秀的两个人 从来没想到 五月天跟千玺会有合作 MV上面 而且就是千玺在MV里面 表现确实很棒 让我很惊艳 从来没看过他演戏 然后没想到 他还有这方面的技能 以后希望多看到一些 他演戏的东西 作为一个路人来说 我是第一次看到 那个千玺演电影 演MV的 我觉得演的还是不错的 关注仪泰的吃瓜大会 带你吃瓜 带你嗶嗶